中医认为,苦瓜为苦,心寒冷,能经热泄火,苦瓜也被人们视为难得的食疗家书,因此我国民间自古就有,苦味能经热,苦味能见味之说,苦瓜得为苦滋味,能刺激人体脱液和胃液分泌,令人食欲大增,经热防暑,因此,苦瓜和夏天最为相宜,不仅能帮助人体消化,而且是有利于减肥的家庭。 苦瓜是夏天的印记食物,很多人都喜欢吃苦瓜,然而苦瓜最好,可吃起来苦苦的,所以有的人看见这东西都半愁,更不要说吃了,蜜枝苦瓜用白糖和蜂蜜腌制的苦瓜,在冷藏一下食用,色泽必绿清新,吃上一口清脆双口,苦尽甘蓝,可让人食欲大增,蜜枝苦瓜,所需食材,苦瓜一个, 枸杞实力,粘少取,蜂蜜30毫升,白糖30克,制作方法和步骤,第一步,将苦瓜洗净至紫去腊,再切成薄片,治疗能大大减轻苦瓜的苦味。 第二步,锅中加水烧开,水沸腾后下入备好的苦瓜片桌水,然后再过凉,要记得在苦瓜桌水时,加一点盐,这样即可保持苦瓜颜色定律,也能有效减轻苦瓜的苦味。 第三步,取满,加入白糖和蜂蜜,再加入适量的凉白坎,搅拌至白糖融化。 第四步,将调好的蜜汁倒入苦瓜中,撒上浸泡过的枸杞,然后拌着就可以吃了。 注意枸杞要提前浸泡,到十分钟。 文心提示,拌好的苦瓜放进冰箱腌制,以到两个小时会更好吃哦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,记得点击收藏,分享或关注哟。 你的支持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或看法,也欢迎在文章的下方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